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他最近刚接到的任务就是动员社区内未接种疫苗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 我在这里头也做了很多工作 给居民 世事大的老年人打电话 微信通知 聊天 给他们讲 打疫苗的好处 不但对我们自己 对家人 对社会也都是有好处的 然后咱们上门也宣传过 上门宣传过 有的就是老人老年人也没有那个微信 所以我们就是上门做工作 吴阿姨今年69岁 平时每天早上8点就到社区了 一般下午会回家休息 而自从开始动员老年人扎疫苗之后 每天晚上5点多才到家 每天要打近20个电话 有的老人确实是身体不太好 有的是有顾虑 觉得打疫苗能不能对我们身体不好 有这种想法 最开始的那个时候 对 最开始的时候 现在有很多就是通过做工作 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打疫苗的好处 所以每个人都主动来到社区来报名 有的跟我直接接触 直接联系 说的愿意给预约 提前预约把这个疫苗打上 因为我有糖尿病 有核病症 紧张 完了都传说不能打 所以我从思想上也没太注意这事 后来一直到社区给我打电话了 我觉得我也挺着急的 我就跟喊一说 我说你们赶紧给我联系 他们说 妈你别着急 他跟社区就发生微信了 社区志愿者吴阿姨 是第一批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 每当看到大家积极的报名 接种疫苗时 他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这不 当天上午 吴阿姨就带着这一批 预约登记的老人 来到了卫生服务中心扎疫苗 扎完感觉咋样 这回放心了 敢上厨室的 要不都不敢出去买菜 我问他了 我说我糖尿病可以扎吗 他说可以 医生说可以给扎 然后就扎了 对 要以前不敢扎 现在听到医生给你确定的消息 你是不是心里也有 真的 可高兴 我们社区老年人比较居多 60岁以上一共有1599人 占比社区总人口的30% 截止目前我们老年人 接种率达到了85% 未接种的大多数都是有经济症 不适合接种的 当然也存在的少量 当时因为生病 或者是在日式程度上有些偏差 有一部分人没有接种 书记说 目前社区针对老年人扎疫苗 有三种服务 当报名人数较多时 会申请留掉车到楼下 为老人接种 当报名人数较少时 会由社区派车到 卫生服务中心接种 而对于无法行动的老人 会上门进行疫苗接种 从上周开始 经过我们不断的强化宣传 目前老年人来接种 咨询接种的疫苗 这个人群呢 就在不断的增加 近三天呢 我们就有二十多人 主动的登记 来预约接种疫苗 看来目前的效果还不错 目前的效果是非常地理想 我非常高兴 我觉得我做这些工作 我们社区做这些工作 为老人就是讲解打疫苗的重要性 非常值得 因为我们做到了 就像片子里边吴阿姨说的 很多老年人之前呢 他不是不想打 他是不敢打 就怕这个基础病啊 跟疫苗有冲突 本来呢 这身体就囊 你说再添点毛病 那不更累了 可是现在的情况啊 不打疫苗 你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那是真的高啊 那家里边有老人 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 没打疫苗的朋友 咱们啊 就别自己跟那想当然了 你去趟社区去问问 是吧 做到新冠疫苗 应打尽打 得对自己好啊 那面对老年人 接种新冠疫苗的种种顾虑啊 最近呢 沈阳疾控也做了多方面的解答 比如说呢 有没有最高年龄限制啊 这个呢 沈阳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 没有 目前的新冠疫苗 只要你是三岁以上 都能打 咱们国内呢 还有106岁去接种新冠疫苗的 那第二呢 有的老年人说了 说我这前两针都打完了 这加强针 我是不是可以不打了 得打 必须得打 因为现阶段啊 我国使用的灭活疫苗 和现病毒载体疫苗 推荐接种一剂 加强免疫 特别是老年人 这本身免疫功能啊 就比年轻人弱 你更得打这加强针 对吧 还有呢 再打疫苗 是不是必须得是之前 跟之前的同一公司的疫苗啊 这个没有必须的规定 同源加强针 或者是蓄灌加强针 都能有效的起到降低重症和死亡风险的作用 还有呢 老年朋友啊 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说我这有基础病啊 我能不能打疫苗啊 如果打了 会不会出现这偶核症啊 这个啊 第一呢 老年人啊 咱首先得了解自己是不是处在慢性病的稳定期 如果是处在稳定期的话 哎 那就能打 如果说你拿不准 不要紧啊 你就提前咨询一下自个的主治大夫 或者是给你接种的那医生 如果说正在基础病或者是有其他疾病的急性发作期 那你就再等等啊 等过了这阵你再去接种 反正总而言之吧 老年朋友啊 接种疫苗还是那四个字 应打 尽打 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 现在沈阳是严禁翻溅垃圾的 这各个垃圾回收点啊 也都是处于关门歇业的状态 但是呢 哎 他就还是有人要违反规定 偷喵的 就是把这东西捡完呢 囤起来 沈阳的沈北新区执法分局 最近就接到了群众的吹哨举报 生活导播来服务老猪现场来帮忙 这儿呢 是我们沈阳市啊 沈北新区 叫浦胜路孝信街的路口 您看我身后呢 这有一个新堆的这么一个土堆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昨天呢 我们沈北新区 执法分局就在这儿 查处了一个分解垃圾 这么一个违法的案件 具体什么情况呢 咱们现场啊 找到咱们现场负责的队长 昨天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说在浦胜路孝信街路口的树林内 有人员在检丝垃圾 我们执法人员到达现场之后 经过现场了解和调查 发现当时的那个垃圾的规模 已经超出普通的 检丝垃圾的那个范围 而且那个当事人自诉 说那个垃圾来自八家之水果市场 然后我们执法队员 马上就把防范图换上了 获胜之后 立即向街道的防疫指挥部 进行了汇报 经区疾控留掉之后 要求三名检视人员 需压隔离旗帜 最后那个县长所有的垃圾 经那个我们联系 专业消杀部门消杀之后 统一送至垃圾重点站 进行压缺处理 由于这个当事人呢 现在正处于防疫的隔离期间 我们审美分局 对其进行这个视频连线 准备旅行 咱们行政职把程序 咱们开始连吧 那队长吗 那葛东敏吗 对 现在居家隔离呢 是 那我深美执法局 我姓毛 毛 我知道 这是我执法 你承认啊 根据你昨天的行为 咱执法分局 就是因为你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 沈阳市 城市垃圾管理规定的 第九条 现在我们对你做出 罚款一千元的处罚 这么点啊 你那个隔离期满之后 拿着核酸检测报告 到咱执法局正良总队来接受处罚啊 我这罚的我也看啊 我这罚的我也看啊 我这罚的 现场呢 现场呢 我们对当事人呢 履行咱们行政执法程序 这个要求到疫情结束之后 接受咱们的处罚 发款上线一千元 在这儿我也跟大伙说 疫情期间呢 咱们全是 对分解垃圾这个事儿 咱们着重处罚 疫情发现 严查不待 为啥现在不让饭点垃圾 这道理啊 就我们导报里边 都说过好多回了 咋还不往心里去呢 什么事啊 咱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啊 真出事了 造成了严重后果 不可估量 所以啊 咱们这个时候 你就配合防控 服从大局吧 然后再一次 监控 我做了一招 更多的事儿 可是我做了一个洋工 我们看我们的家里 操作洋工具 在家里的一些洋工具 仔细想想也是 现在99块钱能买些什么呢 99块钱您下不了一顿馆子 吃不到一顿大餐 99块钱都不够您开十天空调 但是今天花99块钱 就能把省电力气 韩太仙科第五代智能节电器带回家 随便插在一个插座上全无电器 立即进入节能状态 每个月都能少交电费 省下的全是真金白银 进线前100名进线节目播出期间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家里的电路也是互通的 任意一个插口插上节电器 您家里的电流电压 都会随之得到调节与平衡 从而实现全无节电 那我要是拿回去用着不满意怎么办 您放心 我们在这次大型体验活动中 推出了三个保障 第一就是诚信保障 我们厂家职贡 中间没有任何加价环节 您可以放心购买 第二就是品质保障 每一台寒太仙科 第五代智能接电器 均经过严格把控 通过质量管理 去以细认证 这是检验报告 这是防围码 第三就是售后保障 我们的每一台产品 已经获得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 如果你拿回家用上以后 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 半年包退包换 提供终身维护 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 注意 请注意 距离节目结束 只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 现在打击电话 原价980元的 韩太仙科第五代智能节电器 仅需99元 99块钱 下不了一顿管子 99块钱 不够开十天空调 但今天只要99块钱 省电就是省钱 省钱就是赚钱 仅限前100名 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您还在犹豫什么 省电就是省钱 错过再等一年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让一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导报 为您服务 我是萱萱 昨天晚上上演了本年度CBA总决赛第一场 上半场辽宁本纲和浙江广煞战 难舍难分 但是到了第三节 辽兰一个波流 直接让比赛失去了悬念 最终辽宁本纲以98比75大胜浙江广沙控股 比赛里还有一个历史记录的数据诞生了 就是郭艾伦职业生涯得分超过了8000分 升至历史第12位 这个数据真的是太难得了 祝贺的同时 咱们还得一起去回顾一下 昨天晚上郭艾伦的精彩表现 郭艾伦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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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球迷都说啊 这次是辽兰夺冠希望最大的一次 希望小伙子们能再接再厉 一举拿下接下来的比赛 加冕第二个CBA总冠军 那明天晚上的七点半啊 咱们继续给咱辽兰加油 这两天呢 大连特斯拉起火 众人救出被困者的视频啊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秒 却是获得了网友许多的点赞 都说啊 冲向火车救人的人是平凡英雄 昨天呢 这三位平凡英雄终于找着了 就说到现场一看呢 只有我一个人 对面驾驶员呢 对面呀 在那里面继续跟着 ammon开除 快よし 就是 距离你 很难得 没登传 那只要必须 咱们 智子 小伙子 员 相 我 什么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动 然后就过这儿 就看到这有这么个情况 在破案创的时候 给人开了以后 然后大刘舟就说这句话 现别动的人 他出现二次上海 但是我就看到后驾驶桌 已经开始起门火了 我就喊已经起火了 这人就需要救 大刘舟那就救嘛 那我就第一次见 冲到车里边就给这人就抛出来 当时也没多想啥 因为就着火了 这人这个就不救 不救人是有危险的 就是一心想着救人 也没想着其他什么危险啥之类的东西 请记住这些伸出元首救援的人 登山家 大刘 连通小哥 郭奇德 还有环卫小哥 王广斌 你们都是好样的 今天大连的初三高三生 也很高兴 很兴奋 时隔一个多月 终于又能回学校上课了 再有一俩月就要考试咯 现在必须要重整心情 全力冲刺中高考 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 要让全世界看到 我的询篇我自己写好 相信自己永远是个属下 我的美丽我自己创造 属于每个人一样 我的未来我自己照耀 每个明天 每个明天 把我都放 不光是大连 下个礼拜一开始 安山的高三生 也将恢复线下的教学了 盘景从本周日 全市的小学一年级到高二 包含中职学校 也都恢复了线下教学了 幼儿园五一之后 会恢复线下教学 昨天就新冠病毒不断变异 该怎么防 防疫专家吴尊友表示 一个人要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 经过一到两天的病毒复制后 会出现排毒 也就是我们说的核酸检测成阳性 并持续排毒约7到12天 如果在这期间 这病毒要是不能传播给其他人 这病毒就会被消灭了 核酸检测和灵感染 有着本质的区别 核酸检测要求 对于发现疫情 就扑灭疫情 不让疫情发生地 这个病毒在这地方流行 同时也防止病毒 从疫情发生地 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去 那么动态清零虽然不追求 灵感染 但是你要消灭疫情的话呢 你又必须打断传播链 没有新的感染的发生 那换句话说的话呢 这个动态清零就是 不要求全国范围内 在某一时刻 一个病例都没有 那么只在的话呢 我们发现一起 这个控制一起 要求呢 在矫短的时间内 这个控制 那么一个人感染 这个新冠病毒以后啊 他要经过一到两天的 复制 增值以后呢 他才向体外排毒 那么这种排毒的话呢 会持续这个七到十二天 那么排毒期间呢 他就有传染性 就可以传染给别人 如果这个病毒能够 他之所以能够这个 在这个长期存在的话 他就是需要不停地 在人间传播 如果他不能够传染给别人 那么他就终止了 一般来说的话呢 如果我们让一个感染的人 在一个最长的排毒时间内 不传染给其他人 那么这个人体的免疫力 就把这个病毒呢 消灭掉了 就消灭掉了 那如果对于一起疫情来说 如果我们能够把 所有的感染者 多给他发现出来 多给他进行物理隔离 让他呢 在一个最长的排毒期 不传染给这个其他人 那这样的话呢 病毒呢 在这个地方呢 就这个消灭掉了 就消灭掉了 那也就是说的话呢 这个动态清零啊 如果我们对疫情呢 发现得早 它的规模小 那么我们动态清零的目标呢 就容易实现 上海啊 现在的疫情防控形势 仍然是很严峻的 很多当地人出不了门 多靠外卖骑手帮忙带购 哎 可是就这么个骑手 帮买六袋泡面 二十个鸡蛋 收了九百块钱 哎 咱就算个数啊 泡面呢 就打是六块钱一袋吧 鸡蛋呢 六块钱一斤 二十个算三斤 加一块堆 最多也就五十块钱呗 九百块钱 将近二十倍的价钱 这个是买你良心的价码吗 我卖给你啊 要不呢 收这么几乎四十块钱 你卖给我 我一不吃烧饭 我一不吃烧饭 你说对吧 听话 你怎么还要呢 我还简单呢 那东西感觉贵的 我带走 我不要他买还不行吗 对不对 好几会要不要给我 好几会是不是他答应的 你买的东西是多少钱的了 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你买的一盅 用不了那个 这个牛奶还没买到 所以自己多了 他这个东西 什么份是多少钱 算我五百区域 两个投资票就三百了 两个投资票就三百了 你又没有全力送 你怎么在跟着干 给我到派子走去 你有什么全力送 两个事情啊 一 正是我和你 就说对 听得到吧 二 一 疫情期间 老百姓 不放 不能出门 我接单 收起了 较高的跑美费 甚至加价 我对不起社会 也对不起政府 不敢再犯出的错 警方查实 这个赵某啊 这么干 不是第一回了 从四月份以来 合计 非法牟利 两万多 全是恶意加 跑腿费 加出来的 前天 上海还处理过一个案件 高某 大量的囤积 青菜啊 鸡蛋等等 然后呢 大幅的抬高卖价 总共卖了 一百七十多万 其中 非法牟利 就有一百五十多万 也就是说啊 它的利润率 达到了多少啊 百分之八百 就对这样的 罔顾法律啊 趁活打劫的行为 就像警方说的 必须零容忍 小时候 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 现在有车了 想带他们出去玩 他们去总是不用 说坐地铁方面 说我工作累 该在家多歇息 爸 妈 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 就不累 总是替孩子着想 就是他们 爱的表达方式 黑科技省大钱 您仔细想想也是 现在九十九块钱 能买些什么呢 九十九块钱 您下不了一顿馆子 吃不到一顿大餐 九十九块钱 都不够您开时间空调 但是今天 花九十九块钱 就能把省电力气 韩太仙科第五代 智能节电器 带回家 随便插在一个插座上 全无电器 立即进入节能状态 每个月都能少交电费 剩下的全是真金白银 进线前一百名 进线节目播出期间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家里的电路也是互通的 任意一个插口 插上节电器 您家里的电流 电压 都会随之得到调节与平衡 从而实现 全无节电 那我要是拿回去 用着购买液怎么办 您放心 我们在这次大型体验活动中 推出了三个保障 第一就是诚信保障 我们厂家职购 中间没有任何加价环节 您可以放心购买 第二就是品质保障 每一台韩太仙科 第五代智能接电器 均经过严格把控 通过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这是检验报告 这是防尾码 第三呢 就是售后保障 我们的每一台产品 已经获得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 如果你拿回家用上以后 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 半年包退包换 提供终身维护 请全国消费者放心购买 注意 请注意 距离节目结束 只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了 现在打击电话 原价980元的 韩太仙科第五代智能节电器 仅需99元 99块钱 下不了一顿管子 99块钱 不够开十天空调 但今天只要99块钱 省电就是省钱 省钱就是赚钱 仅限前100名 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您还在犹豫什么 省电就是省钱 错过再等一年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让爱生活人人有责 生活导报为您服务 我是萱萱 最近啊江苏淮安的一个女子 带着儿子骑电动车的时候 还不忘看个手机 结果是一个没留神 一头撞到对面驶来的轿车上 后座上的孩子 因为惯性腾孔而起 直接摔到了汽车的引擎杆 一辆轿车和一个电动自行车 两个车是相对方向行驶的 后面还背了一个小朋友 左手手上拿了一个手机 然后他就看着手机 然后又注意前方 然后就直接和营业的一辆轿车 正面发生了这个碰碰 小朋友因为惯性 跟他的后排座座位上 直接就飞到对方那个轿车的前面 引擎盖上 提醒我们就是说 我们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 一定不能玩手机 还有会儿驾驶机动车 飞机动车 一定要立刻地遵守这个交通法规 这会儿我突然之间 想把那个历史性的难题给改改 问如果孩子和手机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哪个 就刚才这当妈的 我看她就能选手机 30岁单亲妈妈带着孩子 独居外地 艰难地面对人生 遇到这样的人设 是不是那些单身男士们 有没有一种感觉 哇坚强 太可怜了 想借她个肩膀靠靠 上演一出霸道总裁 拯救困苦小女生的戏码 对吧 在南京啊 就有这样一个诈骗团伙 就按照这个剧本啊 狂撩男网友 而且是一个人 对20多个人同时聊天 短短4个月的时间 作案300多起 骗得上千万块钱 打开他们电脑看了一下 他们所用的剧本 包括人设 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个30多岁的 离异的女性 带着一个孩子 居住在上海 然后从事服装身影 南京警方经侦查发现 这个诈骗团伙 隐藏在外省某写字楼内 在各种婚恋交友网站上 获取受害人信息后 冒充上海一单亲妈妈 以婚恋交友之名 进行精准购物诈骗 感情培养成熟后 犯罪嫌疑人便以孩子 自己过生日等理由 诱骗受害人 在犯罪嫌疑人 事先搭建的 虚假购物网站上 付款购买红酒牛排 玉石等物品 他们私下自己都准备了 牛排包括红酒的一些小视频 让他进行代付了之后 他就把提前准备好的视频 拿出来 跟受害人说 你看你给我们女儿 买的这个牛排到了 我今天做好了给她吃 她很开心 以后见面的时候 他就可以直接喊你爸爸了 用这种触动人 心里比较柔软的地方 而且受害人大部分都是那种 单身的男性 他们也渴望一个家庭 所以很容易进入他们这个圈套 犯罪嫌疑人 根据感情培养程度 层层加码 一步一步提升诈骗金额 如果受害人提出 为何总让自己购物的疑虑后 犯罪嫌疑人便会回忌一些 劣质皮带等所谓性物 安抚受害人内心 警察自去年11月案发 到今年3月10号 这个诈骗团伙 四个月内作案300多起 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目前案件审讯和后续抓捕工作 正在进行中 看到这事我想跟各位说一下 我临上节目之前 刚挂断一电话 2620打头的号 上来就直接报我名 说我涉嫌违法了 让我带着身份证到公安局去 我都没往下听 直接就给挂断了 几分钟之后 就接到了警方的短信 说让我注意一点 可能是被这个电信诈骗给盯上了 让我不要上当受骗 所以我就说吧 就是对待骗子 就得有我的决心 多一个字我都不在听的 你更别说什么天家好友了 你也别干这事啊